- 黑皮說故事 帶你認識每個角落的故事 在松獸路與松智路交匯的A21土地 是目前信義區面積最大的未開發土地 而且位置可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基地錦鄰台北101 軍越酒店、微風南山、台北市政府 ATD for fun 與正在施工中的台北天空塔 不過預計在數年內 此處就即將完成高200多公尺的摩天大樓 然而大樓的設計一出便飽受各方的批評 究竟為何會演變成現在這樣 大樓的設計還有改變的機會嗎 而內部空間的運用規劃又是什麼 今天的影片帶你疑似揭曉 其實A21的土地原先是世貿三館的所在地 最早是由國貿局委託外貿協會 營運至2019年年底 在租月到齊後 國有財產署預定釋出此土地 進行地上全招標 這也成為目前信義計畫區內少數的宿地 因此釋出招標消息後被受關注 然而一開始便遇到了難題 因台北市認為信義區已具備會展產業 所需的商場、旅館、交通等優勢條件 然而國際會議空間仍然不足 所以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拜會國產署 反映會展業者對於空間的訴求 然而站在國產署的立場 若針對地上全案新增開發用途限制 將來影響國庫的權利金收入 但經濟部評估後 認為經濟部狹下可辦理千人以上的展覽會館空間 不必將展覽會館的比例作為招標的必要條件 國產署也說 未來會展中心的供給方面 北部地區已經有充足的場地 南部也有高雄展覽館 大台南會展中心 因此世貿三館將不再納入會展產業的需求 在2019年底定案後 終於敲定工程在2020年1月招標 並在3月決標 世貿三館的基地在都市計畫中屬於娛樂設施區 該區除了住宅、特種零售業、特種服務業 及殯葬服務業不得使用外 其餘比較第四種商業區的使用規定來辦理 這塊土地的格局方正 基地面積達4856.34坪 為新義區規模最大的宿地 招標全域金底價為266.37億元 將提供70年的地上全使用年限 在開標後共有4家廠商投標 最終南山人獸以312億成功搶標 並以1億元的差距顯順富邦 世貿三館的地上全案 也創下國產署的標售三大紀錄 同時是全域金底價最高 絕標全域金最高 以及單中土地面積最大的地上全案 而基地的東側 便是得標的南山人獸 所投資的台北南山廣場 在3月底絕標後 聖邦三館也在2020年10月初 開始進行拆除作業 南山也接續釋出環評書 目前規劃新建高202公尺 36層樓的摩天大樓 三層與35到36層為館委會 4到34層為辦公室使用 商場則設於地下層到二樓之間 並設有331席的汽車 與556席的機車停車位 汽車入口與機車的出入口 設於松置路 汽車出口則設於四浮路 然而初步環評書出入之時 便引來各界的質疑 首先是建物高度 僅有202公尺 然而這塊土地 被認為是台灣目前僅剩的最精華土地 事件幣率50% 容積率560% 總計也可蓋27000多坪的寶地 高度卻僅有規劃200公尺出頭 比原先預期的250-300公尺差了許多 不過這個只是一小部分的爭議 最大的問題是大樓的大秉風設計 雖然從開發單位南山提供的示意圖看來並不明顯 然而開發單位並沒有做其他視角的分析圖 因此換個角度來做模擬圖 就會發現高樓因為量體太大 而遮蔽住整個101 雖然南山一直強調 釋出的只是初步示意圖 但後續外觀都沒有再做調整 並逐漸進入大樓的西部設計規劃階段 確立大樓的外觀造型 而此大樓一旦蓋成 將會因為建築長度太寬 而完全遮蔽住101 只不過還舒服廣場的跨年煙火秀 將不能辦成 雖然空中視角不會受到影響 但多數遊客與民眾 是在地面觀賞101煙火 因此有200公尺的超大屏障 很難避免視角阻擋 在今年7月環評大會審查後 各環評委員都對大樓保持許多意見 委員張忠國認為 目前的水晶造型建築 感覺像一把斧頭要把101砍掉 認為設計有衝突性 沒有顧及文化面與精神面 而委員張天靜、陳啟鳳、龍士郡等人也提到 此建築未來的玻璃帷幕設計 恐有嚴重反射光害的問題 還有委員提出周邊的大樓多 未來吹東風時 恐嚴重影響風洞亂流 周邊的汽油廠將非常擾動 民眾則認為將影響北市府 及101的視野與南北向氣流 且大樓如同一面大鏡子 恐有嚴重的反射光問題 部分其餘的民眾也認為 應該修改建築的位置並限制寬度 讓建築往上發展 使101可以繼續放煙火 不過雖然案件被環評委員擋下 但是男生的態度堅定 並表示建築設計以水晶造型來發響 除塵退縮、爭取天空視覺 高度未達101的一半 且101煙火多集中於建築物上半部 未來不會阻擋煙火觀賞 也因為環評大會卡關 因此追蹤決議開發案要先經過台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確認建築設計通過後 才會重新送環評會審查 案件即將在8月3號進行都市設計審議 然而大樓目前最大的缺陷 便是量體太大所造成的視覺遮蔽 因此有許多關心都市發展的朋友 期望將大樓改設計 讓大樓的總樓地板面積不變 將單層樓地板面積組成縮小 加上屋脊的裝飾物 使高度能抽高到250公尺左右 因此從向上望過去 能平衡心意天際線的效果 另外將大樓位置動移至松之路 讓市府廣場作為跨年築場地 不會因為量體過大 而遮住101下半部的煙火施放 同時也可滿足煙火60米的安全距離施放 且煙火在多數角度不會被遮蔽的條件 尤其未來此大樓也會直接影響到 跨年煙火是否還能釋放 將直接影響台北多年留下來的城市文化遺產 及一年一度宣傳台灣的國際大型活動 因此需要大家多多關注 也請大家不要太譴責南山 因為此塊土地本身就較為狹長 所以一開始的設計 朝寬扁的方式是比較難以避免的 不過要同時兼顧101煙火 還得滿足開發後的同私報酬率 本來就不容易 但是南山打敗其他三間壽險業 取得台灣最精華土地來開發大樓 就應該承擔相對的社會責任 也是南山身為業主 及委託三菱地所的建築師 得面對的都市課題 遊戲大樓的設計 一旦像松子星一樣環評通過 就難以再有更改的機會 因此大家也可以多多關注此案 一起在下方理性討論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身旁所有的台北人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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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